根据调查显示 在美国平均每天就有三万人 因为脚踝扭伤而需要就诊 除了常见的运动时扭伤 脚踝扭伤也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最常见的脚踝扭伤 就是一个内翻 外翻或两个一起来的一个情况下发生的 就我们先说它的正常的这个角度 我们的脚正常内翻的角度是45到50度 外翻只是20到30度 所以如果你超越这两个角度的话 它就是可能会造成这些旁边的肌肉啊 润带的撕裂 就会造成里面有内出血 然后它就会整个发炎 整个会肿胀起来 通常脚踝扭伤最常见就是 在下楼梯还是下山的时候 它可能整个脚没有搭好 扭伤了 拐到了 要不然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可能弹跳的时候 它Landing the position 还是它Running the position 就整个不伸好 拐到了 拐到了的时候通常会感觉到一个肩痛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我们很常病人会跟我们说好像有一个 骨头的声音的感觉 当下的处理方式 就是记得这四个字 RICE R就是Rest 就是让那个脚休息 不要让它动来动去 I就是Ice 冰敷 就是拿冰放在一个布里面 最好是四部 按压在那个受伤的部位上 让它冷一个10到15分钟 C就是Compress Compress就是哪一个绷带 包扎起来 把那个踝关节固定起来 不要让它动来动去 因为动来动去它会更痛 E是Elevate Elevate就是让那个脚提高 抬高 高过心脏 这样子的话就会帮助血回流 它会帮助它消肿 但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呢 比如说当下那个人扭到了 他昏迷了 当下应该马上送去医院 让他拍个X-ray 然后得到及时的治疗 就如果你是轻微的肌肉韧带拉伤的话 一般上两三个礼拜就可以修复 那如果你是比较严重的韧带损伤 就要拉上六个礼拜 如果是骨折或者是脱臼的话 一般上要上三个月 当然就是要看应人而异 个人的修复能力 跟那时候当下受伤的那个情况的严重度 由于你的肌肉和韧带的力度修复不完善 就会影响你走路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的怀关节就不是很稳定 会造成很容易反复扭伤 第二呢 如果你是去运动的 你整个运动的表现 比如说你的弹跳啊 奔跑的这些 速度啊跟那些力量也会受影响 第三呢 它也会连累到我们别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膝盖 我们的骨盆 还有我们的腰骨也会可能会造成疼痛 这个脚踝扭伤是可大可小的一件事 所以 如果真的是扭伤了 就要请 就是认真让那个脚踝得到休息 不要去做运动啦 修复好才去做 然后如果你会觉得有疼痛或不舒服的话 请寻求正规专业的治疗 谢谢大家